在玩的过程中取胜 有机会了 其实没搞死 达苏奇这个球真的有点可惜 很顽强的接回对方的接杀 在往前又拼了命的就回到这个往前 但是有机会自己去打的时候 没掌握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赛特亚犯真的是炉火纯青 在揭发球的时候 你看马上拿到进攻的机会 是炉火纯青 大叔奇这个球不会错过了 不能一而再再而三了 基多跟赛迪亚万这个组合很有天性 特别是基多在往前这种身材的高度 很适合在做往前的封杀 加上赛迪亚万的双打意识跟后场的能力 这对组合长期占领这个世界羽团 男子双打这个领先的地位 也是跟他们这种默契啊 身材的配合啊 意识的发展的是相当有关键的 关系的 赛迪亚万这个球滑了一下 凶狠的接发球 当然是一个前场的进攻 打到底线外面 失误了 一个凶狠的接发球又拿回一分 又是一个接完 基多 失误有点多了 现在 不过话说回来 达苏奇跟苏克万 他们能在这对双打老大哥面前表现的这种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 特别是他们在防守的时候 这个防的回去的那种质量水平相当高 对方啊 很少机会能形成连续进攻的 这个手法相当好相当隐蔽 有点那个不够幸运在网带上碰了一下没过去还是弹回到自己的场地里面 第二局技术暂停 自己都跟苏迪亚万稍微落后一点点 刚刚也能看到这个慢动作达苏奇这个在接对方的杀球的时候啊 他手上的变化 还有那个手上发球 接杀球那种过去的那种力量相当之厉害 回过去的球比杀跟杀过来的球啊 那个力量啊不会相差很大 这种防守啊给对方形成是威胁的 裁判判了一个 苏克万发球为例 10比11落后一分 有点着急了 苏克万连续的失误反过来现在比分从领先到落后了 有点追求这个角度追求的太太多了 哎呦真的差一点点 12平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日本超级赛 2008年这个男子双打这个成绩 第一名是丹麦的 托斯克跟拉斯姆森 第二名是印尼队的阿珊跟波拉 第三名 就是进入半决赛的一队选手 是日本的一队选手 现在我们在场上看到的另外一队就是苏克万跟达苏奇了 就是这队印尼的组合 他们在上一年里面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007年的一队老 非常大家非常有印象的一队印尼跟美国的组合 就是陈甲亮跟吴俊平他们是拿了07年的男子双打冠军 场上我们看到的另外一队选手是基多跟赛迪阿万呢 在07年是进入了前四名 但是没有进入决赛 他们是输给了另外一队印度尼西亚的选手 哈里扬托跟阿文特 比分呢还是这样相似不下啊 里领先两分 我落后两分 一直到现在差距也是两分 这揭发球这个质量相当高 一戳往对方只能用调高球这种方式去回球 但是角度也没掌握好接外去了 好球 攻防转换相当快 那最后呢 忽然之间一个挡网 反而是成效了 先来 封地 四四 封地 四四 哇,大叔吉跟 苏科万连续通过进攻 得到了三分 他们在这个老大哥面前呢 还是 不畏抢手啊 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领先的四分了 这个有点着急了 这个勉强的进攻 上到界外去 15比18 我们刚刚看到有几个 几拍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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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